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洲沿海地区偷偷地捕捉那些单独战国或行走的黑人 打上奥运 装船运输到美洲地区 后来黑奴不仅仅运输到美洲 也开始往欧洲输送 但是 欧洲殖民者的卑劣行径引起了当地非洲人的反抗 西方殖民者改变策略 通过挑起非洲部落间的战争 用商品购买战俘的方式继续进行人口贩卖 他们也会用枪制弹药来收买沿海地带的部落 利用他们向内陆的一些部落发起袭击 劫掠人口 殖民者从买奴隶中获得了极大的利润 贩卜商人每出行一次 一般可获得三倍的利润 最高可达十倍 17世纪时 一个非洲黑人的价格 在当地是25英镑 运到每周出卖时 为150英镑 利润率为600 18世纪时 其相应数字为50美元比400美元 利润率达800 利欲宣新的殖民独义者 见贩卖奴隶可以赚大钱 变蜂拥到非洲国家从事这一罪恶够大 不少人成了百万富翁 在当时的欧洲 仅有波兰 澳地里 俄国等少数国家 没有从事黑奴贸易 黑奴贸易成了欧洲殖民独义者 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好方法 奴隶贸易时的大量的非洲路民 却欺利子在 家破人亡 黑人在贩孕的过程中 死亡率是很高的 从被捕获的到集中地路成员 常常要走数月 奴隶都是捕蹄来的 有机会自然想逃跑 因此 他们都被带上脚镣 或者两个两个的 还被一根五六尺长的铁链系在一起 在铁链的两头是一个圆的铁领 紧紧地住他们的脖子 也有的奴隶子在奴隶带上脚镣后 还让他们每人背上四五十磅重的商品 或背上一块大石头 一口袋沙土 奴隶贩子对待奴隶极其残忍 他们每天只给奴隶们 一点点仅供活命的食物 在往集中的行进的途中 他们手拿鞭子 经常抽打那些跟不上队伍的人 由于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有的奴隶无法继续前进而倒在地上 这时 奴隶贩子就一刀把他砍死 尸体扔在路旁 听任也吞噬 最恐怖的一段是横渡大西洋 奴隶上船时 衣服被拨得精光 手脚都用血链困着 一个个被塞进船舱里 他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背对的密密麻麻 限额为四百五十人的船 往往要装满一千个黑奴才肯起航 有一艘仅能容纳二百五十人的船只 仅 塞进七百四十一个黑奴 他们头顶着脚 脚顶着头 一排一排 像牲口一样塞在里面 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 一旦有人得病 很快就互相传染 有病的奴隶 往往被扔下大海 喂鲨鱼了事 害人听闻的奴隶贸易 给整个非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使非洲社会进步受到严重的阻碍 导致了近代非洲大陆的贫困和落后 在人类历史上 西方殖民主义者 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